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讲到感应片的 前面两句 霍佛无门 为人自照 在会篇里面 所取 历代的这些公案 四正不胜危惧 每一条 读应当 熟读深思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 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 只能够选择几条 将重点 跟大家 说清楚 佛在大经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个是佛知佛见 这为人自照 这为人自照 也就是 这个意思 不得跟我们说 凡人 妄想 太多 这许许多多的妄想 可以分为三类 过去的妄想 现在往下 跟未来往下 跟未来往下 常常想到过去 过去的 融入 过去跟一些人 所结的恩怨 悲欢利祸 这一类的 都是属于过去妄想 尤其是 年岁大的人 总是想到 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 跟年轻人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永远重复不完 老过死 这个是顺利的 过去妄想 那么还有一些 事情在眼前 或是应该做的 或是不应该做的 往往是 由于不绝 这一类是属于 现在的妄想 第三类是想将来 将来的事情 实在讲 未可列料 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 太想得到 或是财富 或是地位 或是权势 那么这一类是属于 未来的妄想 这个三大类的妄想 不无量无边 这些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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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关紧要 那你就错了 一个妄想 就是一个意义 意义 遇到云 果报 就现成了 善念 则有善报 悟念 一定感到果报 善悟 善悟 果报 丝毫不爽 那么这个就是 这篇文章里面讲的 基几胸厚佛的根源 事出世间的圣行 常常教导我们 我们要能记住 要能深思 要能理 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 这一段故事 在了凡私信里头也有 宋朝时候 有一个魏忠达 这个人的一段故事 传得很广 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 由于书本上的记载 后世人知道的一段 那么他当年 当年 在这个韩灵院任职 有一天 被这个阎洛王抓去了 这个事情 现在人听起来 似乎是神话 很难叫人相信 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 我在小时候 遇到一段事情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 在汉朝时候建立 到现在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 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短时间 我们是住在乡下 那 居立城里 有二十五里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 大概要走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所以也不算太远 我住在我外婆家里 我外婆家各别 大概是各两户人家 有一个人生病 病重 病很重了 就说话 他说城皇 要拉他去当差 你要问他当什么差 去挑东西 他说为什么就要挑东西 他说城皇老爷爷要搬家 抓很多人 去做挑夫 抓他 他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 我去雇人 那我就不要去了 所以家里人就给他烧 烧纸的麻 纸人 烧纸钱 烧了很多 而以后 大概他就雇人了 他这个病就好了 回过头回来了 我们觉得 大家听得都很奇怪 城皇爷要搬家 这三天之后啊 那个城皇庙被军队占领了 被军队占领了 军队就拿城皇庙当营房 里面那些神像都被毁坏掉了 他在恍然大梦 你看 城皇庙被人家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 城皇庙要三天前就搬家了 就搬走 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 所以 居头三尺有神明啊 不管你信不信 你信有不信还是有啊 现在 不读神仙书 不相信 忠实的劝导 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很多 我 所以我对于 古人记载的这些典籍 我都深信不疑 神话这些小说 像《辽宅之义》 《月威草堂碧记》 《辽宅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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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去之后 那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物 结果他造了善的那些案件 堆积如山的一大堆 造的物 我是堆积如山的 善的只有一决 换句话说 他一生造的善的只有一桩事情 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 他就对判官讲 他说我还不到四十岁 我造的物哪有这么多 判官就告诉他 这些事造作是你起心动力 你起个我你 这个阴朝地府里头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 并不等待你造 那你造了造作啊 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 起一个我你 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 那他就问 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 那是什么呢 他是在这个之前那个善悟比较 那个悟念那么多 阎王就很生气 就非常生气 然后阎王说 趁他趁一趁 这个天平上一等啊 他那么多的这个过时啊 反而勤 他这个一君善事 反而重 阎王就欢喜了 他就问阎王 他说我那一君善事 到底是什么善事 他说在那个时候 皇帝要新建一个功臣 这个功臣呢 可以不必做的 劳民伤财 他上了一个奏折 劝皇帝不要做 他是真心 他真心呢 上这个作者 他说皇帝没有听呢 皇帝如果听了啊 你这佛报就大了 没听是你真心 你有这个念头 这一件善事 把你许许多多的卧室 都压下去了 这个功案 很值得我们 反省 所以 这个阎王告诉他 他说因为你造的物太多了 你的前程 有了障碍 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 也败相的 但是败相已经没有分 后来他的官做到 吏部上书 这个吏部上书 相当于现在 主管民政的部长 这个像一般叫内政部长 做到这个地步 这是将来一级了 所以 善悟 善悟的造作 我们常讲 三业 我们从早到晚 身与意 都在造业 身体的动作 口里面的言语 心里头的念头 与实善相应的 是善 与实善相违背的 就是我 这个是大的标准 细心 那就不胜 那句 在佛法里面 戒律 威 说实在讲 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 明朝时候 明朝时候 李恩池大死 欧夜大死 极力提倡 沙弥律 这个已经把这个 相的标准 降低 我们能够把 沙弥律 十条界 二十四门 威夷 做到了 你就是真正的 佛地寺 可是 到了今天 物质生活的水平 上升了 道德的观念 堕落了 射界 二十四门 威夷 也都做不到了 所以红夷发死 这诸位都知道的 他一生 奉持 五戒十善 对人自称 出家 又破碎 这个人 有得行 一生 为人 短正 要做到 明复其始 比丘 比丘是假比丘 不是真的 做不到 做个 出家的 居宿 还能 做到 受持 不无戒 是善 这明识相符 皆是 用出家 又破色 不时 红一大字 开始 我们在书本里面看到的 用这个 名分 使偶叶大四的 学生 偶叶大四的徒弟 诚实 偶叶大四 修行 也是非常认真 他受了 三坛大劫之后 把比丘界 退掉 为什么退掉 比丘界呢 比丘界 确实 走到 而且 比丘界的 这个 沉船 不如法 不可能 的比丘界 所以 故意大事讲 中国从南宋 以后 就没有 比丘 退界 这有名 无实 所以 受了之后 退界 自己 一生 奉持 菩萨界 沙弥界 所以他自己称 菩萨界 沙弥 这个能做到的 老四称 沙弥 蛇身 就不敢 沉上 所以他的徒弟 陈石 自称 出家 幽婆子 所以称 出家 幽婆子 我看到书本里头 陈石 是第一个 那么在晚近 看到 洪一大四 也是 用这个称呼 明持 相符 我们在现在 这个时代 修行 能够真正 把五戒 实实案 做到 老实念 佛 求生 净土 就决定 这 可是 降生 净土 的人 很多 为什么 去不了 呢 去不了 当然 有障碍 障碍 是什么呢 事与 没方向 这一条 很重要 凡是真正求 往生 的人 要一切 方向 决定 不沾染 我们在这个世间 如果自己 有缘分 能替社会 能替大众 做一点好事 尽量去做 广结 善语 在佛法里面 广结 法语 你看看 近代 虚音 老和尚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老和尚 用他的 法语 用他的影响力 到处建立道场 帮助年轻出家 修行人 道场建立之后 就交掉了 从来不够稳 这个是修大福报 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的影响力 比不上老和尚 影响力不弱 我们劝道 许许多多 有能力的同修 发信 小心到场 进宗学会 现在全世界 也有五六十个 进宗学会了 每一个进宗学会 都做了 我们用影响力 促成 成就之后 要不要过问 不过问 如果你还想过问 你还有牵挂 不能往生 往生啊 彻底放下了 身心世界一尘不染 我们往生有把握 我们往生有把握 这一点非常重要 能不能往生还在乎你自己 不在外进 明文立阳 五欲六尘 绝不能沾上 佛在经上 讲得好啊 才是明时睡 地狱五条根 有一条 你就离不开地狱 你怎么能往生 这个要真正记住 不可以贪处 所以一生 随云 二不叛远 随云 欢喜 什么都好 每一天 吃饱 穿得暖 一心 你向道 我一生 就做一桩事情 讲经说法 红花离生 其他的一开不稳 我一生 没有到场 一生 也没有途中 过去出家 馆长收着 不是我收着 你看起的发明 都是馆长起的 不是我起的 希望大家 好好的修许 我现在 这么大的年岁了 古人讲 该死的时候了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 自己去 还有什么好留念的 一生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情 到老的时候还管 那就大错大错了 身影信人世界 一切放下 活一天 为佛菩萨工作一天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跟你说 是 还有 我们就讲到此地 有关系 我们就讲到此地 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地